我被锁在老太宾馆招待所 房间里面的老虎凳上 每天24小时10天的时间 这是一种极端的酷刑 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 到现在依然是盲目的 没有知觉或者知觉不正常 陕西律师常委平10月16日 曝光了今年1月的酷刑经历 10天内他被录了16次笔录 警方方便其社会关系和网络言论 却一无所获 6天后他被再次抓走 七寻老妇求助无门举牌鸣冤 而他的遭遇 源于2019年12月的一场聚会 其实所谓的项目会 只是我们公民权节的一次现象见面 这样的见面有很多 我们一起讨论市政 关心中国的未来 分享经验推动公民社会建设 可你很难想象 这在一个专制的中国 居然成为我们的罪状 2019年12月8日去厦门这种事情 重粹也就是去讨论那些 有点是职业的空间和公益法律的一些经验交流 从来根本不存在去 山东跌破国家政权的这样一个行为 山东研台公安对此成立专案组 12月26日开始 在福建 山东 北京 浙江等地 展开声势浩大的跨省抓捕 被视为是709事件之后 对中国公民运动最大规模的群体迫害 本就近于灭绝的公民社会 迎来更为肃杀的喊动 转眼一年过去 近20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 被长期噤声 骚扰 传唤 羁押 甚至批捕 许志勇 丁家喜和常伟平 至今不见天日 许志勇在被捕前发文 他们主要目标是我和丁家喜 因为公民运动从没止步 以后也不会 这是我们民族的良知 要在这里被审判 他们拿着我们的钱来镇压我们 不要赢到别人 8年前的新公民运动 高举民主宪政和自由 公益爱的大旗蔓延多地 2013年 随着徐志勇 丁家喜等主力军相继入狱 他在很多人心目中 留下昙花一现的影子 中国公民运动并未休止 2016年和17年 二人相继出狱 曾公开提到 我们做的是公民运动 不分新和旧 新字没有必要 因为没有旧公民 公民是我们本来应有的身份写在宪法里 但是专制者从来不把他当真 他把我们当臣民 后继前社会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假 他拿来了很多美好的东西 民主 法治 自由 全都列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里 但是他们从来不当真 他仍然在坚持一些公民活动 在推进公民行动 那这些东西呢只能是悄悄的秘密的进行 厦门聚餐也说明了这种私下的联络一直没有中断 只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大张旗鼓的组织公民聚餐和公民抗议活动 尽管宪法保障结设和集会权 中共一直对社运组织严防死守 厦门的国保曾多次以串联阻挡 曲解许志勇倡导的理念共同体 试图往组织化政治化的方向控罪 厦门聚会最终是如何被警方发现的呢 当事人透露 除了网格化管理 房前屋后的血量工程 还有路途中的各种脸谱和语音识别技术 更为恐怖的是 聚会场地似乎已被事先布控 据中餐馆高级编辑白杰书 参与撰写的监控之国 2016至2020年之间 血量工程的支出超过140亿人民币 中国计划在2020年底之前 将视频监控覆盖率 扩大到重点公共区域的百分之百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709五周年之际 公开谴责中共打压许志勇丁家席等和平常议者 12月11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公共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力争把可能带来重大风险的隐患 发现和处置于萌芽状态 在高科技集权的监控下 公民社会的萌芽总在窒息边缘挣扎 1226公民案再次敲响警钟 社会市场正双双退场 本应三足鼎立的治理格局 途流国家独大 对于厦门案的部分清帝者 培育公民社会的一片赤城 换来钢铁机器的迎头痛击 他所要的代价 几乎是他们半生打拼积攒下来的一切 被剥夺的工作 半冻结的房产 破碎的家庭 逼字的求是和严刑郡法 灭绝一切民间的声音 由党包揽一切 中国正在奔向何方 义中人在绝望中坚守 源于扎根心底的公民信仰 尽管中共的钳制手段日益升级 中国公民和异议分子 没有完全臣服 中文字幕后 and to live it and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I wanted to give it to you 每一個自身為是公民的人物 我就是一個人 那麼怎麼把這些種子 發芽芽、獨撞長長長 做一些事 當你在大海 忘不到彼此時 堅信 底然存在 我想信用就是 音信得見 只有我一個人的聲音 才是正確的聲音 這樣一種極權專制的一種概念 它就像一個獨流一樣 在世界各地的潑散 我不是在为丁家喜一个人说话 我要为所有中国人说话 我认为我现在的过程 可能就是丁家喜 当初他为什么要站出来的那个过程 看不下去 要一停下来 我想到的就是国内这些不自由的人 其实要是这个民族的良知 我非常的愤怒